保存的非常完整 眉毛包括眼睫毛辫子那些都保存比较完整 很完整的 棺材里的这具女尸 别看她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实际上已经有百岁高龄了 每当有人参观拍摄时 她的眼睛就像睁开一样楚楚动人 并且皮肤摸上去也有种刚出生婴儿的感觉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她和其他干尸有着天壤之别呢 在大洋彼岸的意大利 有这样一座神奇建筑 建筑内存放着上万具保存完好的木乃伊 称得上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木乃伊群 这些人生前都是社会精英 不愿死后化为尘土 托人死后将自己做成木乃伊 下葬前特意穿的光鲜亮丽 在房子正中央摆放着一具十分小巧的木乃伊 褐色的刘海圆圆的脸蛋 好似一个雌娃娃 让人心生怜爱 小女孩名叫罗沙利亚 出生于1918年 因为是独生女 父母对罗沙利亚视若珍宝 可天有不测风云 当时正值西班牙流感爆发 年幼的罗沙利亚也没能幸免 因为医疗条件有限 没能得到良好的治疗 可怜的罗沙利亚就这样结束了一生 父母悲痛欲绝 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 于是请来了当时最好的防腐专家 萨拉菲亚 花费重金将女儿制成了木乃伊 希望罗沙利亚以这个样子继续陪伴在父母身边 这个不幸的女孩就这样保存在了布里观中 就这样摆放在修道院里面了 即使时过境迁 女孩仍然保持着天使面容 就好像睡着一般 由此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前来参观 一位乘客在拍摄照片时 发现了异常不仅倒吸一口冷气 之前拍摄的照片拿出来和眼前的一比较 观众的小女孩脸色明显更加暗淡 发质也更加粗糙 整具遗体好像开始腐烂了 可好好的怎么会这样呢 经过询问得知 早在多年前 罗沙利亚的玻璃盖板曾被打破 导致空气进入水分渗透 从那时木乃伊就开始腐烂 一直到2008年才换上新的盖板 为了保护这件西式珍宝 专家试图研究当年的防腐配方 但是大师的防腐材料 只有他自己本人知道 就在专家抓耳挠塞时 一条好消息传了过来 防腐大师萨拉菲亚 和他助手的葬身之处找到了 棺材里的这具女婴 别看她像刚出生的婴儿 实际上已经有百岁高龄了 每当有人参观拍摄时 她的眼睛就像睁开一样 楚楚动人 并且皮肤摸上去 也有种刚出生婴儿的感觉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他和其他干尸有着天壤之别呢 为了了解百年不符背后的秘密 专家们找到了防腐大师萨拉菲亚 以及其助手达里奥的葬身之地 经过对墓园门卫的询问得知 萨拉菲亚临终前千主万负 死后不要被做成木乃伊 因此墓中什么都没剩下 好像故意抹去自己存在过的痕迹 提及达里奥 门卫说他也被制成了木乃伊 就埋葬在修道院的地下室 专家们又赶去修道院 在打开棺果后 不由心中一咯噔 覆盖在上层的玻璃也破了 达里奥的尸骨也遭受了风雨的侵蚀 一时间专家一个个垂头丧气 无精打采 修道院的修女说道 不如你们去图书馆查阅一下文献 说罢就在前面带路 来到图书馆直奔书架 开始查阅果不其然 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专家们找到了萨拉菲亚留下的资料 资料里提到了萨拉菲亚的一个远亲 声称在那里做过类似的研究 在感谢过修女之后 不远万里来到远亲家中拜访 迎接她们的是一位女士 听过来意之后 女士在一幅画框之后 拿出了一份手稿 里面确确实实地留存着 萨拉菲亚所制作过的木乃伊名单 以及制作过程和原料 其中重点提到了罗沙利亚 称这是她最精致的作品 制作原料主要成分为 混合甘油、富尔玛林、水洋酸溶液、硫酸心 和陆化物 制作步骤更为精细 用刀具切开一个口子 以便抽干身体血液 用混合甘油、富尔玛林等原料 注入血管内取而代之 甘油是为了锁住水分 富尔玛林和水洋酸 则是抑制细菌和真菌的滋生 她的这份防腐秘方 直到现在也还在使用 在当时可谓是遥遥领先 专家将秘方带回来之后 在给罗沙利亚重做防腐措施之前 先要做一个X光扫描了解一下情况 就在取出结果后 专家们惊呆了 你现在看到的是被称为 小睡美人的最美木乃伊 别看她宛如瓷娃娃一般 实际上已经有着百岁高龄了 每当有人参观拍摄时 总会觉得她的眼睛睁开着 并散发出悠悠的绿光 为了了解百年不符背后的秘密 专家对她进行了X光扫描 拿到结果后 专家愣住了 尽管时间在罗沙利亚的身上 流逝了百年之载 各女孩的大脑组织仍然十分完善 和脊椎连接的严丝合缝 身体各种脏器同样十分完整 只是肺部有着大面积的小黑点 由此可知 她确确实实是死于肺炎 这真的是史无前例的防腐手术 就在专家们庆幸之际 X光图像显示 小女孩头部下方有个不明物体 慢慢放大后 看出来这是一个玻璃瓶 密封完好的光果 怎么会有一个瓶子呢 专家推测 这是当年萨拉菲亚 随罗沙利亚下葬 一同放进去的防腐液 百年过去了防腐液早已干枯 为了确认成分 专家将瓶子取出 对里面的成分进行化验 结果显示和萨拉菲亚的配方高度吻合 是萨拉菲亚对木乃伊做的第二道防腐措施 这样一来皆大欢喜 可新问题接踵而至 这几个月一直有人给罗沙利亚放匿名投诉信 称拍照时看到罗沙利亚睁开眼来看他 眼里还冒着诡异的绿光 为了解开这个谜题 专家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 纷纷用手机照相机拍照 来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个现象 在拍了十几分钟之后 每个人手里都有近百张照片 果然有几张照片上的罗沙利亚像是睁开眼来 悠悠绿光从眼中冒出 经过研究对比 才发现是一位罗沙利亚的眼睛 在下葬时没有完全合上 加上特定角度折射的太阳光泛光导致的重影 专家们为此联系了一个玻璃厂 重新为罗沙利亚定制一个新家 这次的玻璃光盖采用了新技术 在两块拱形玻璃板之间放置了一张薄片 可以最大限度吸收折射的太阳光 五个月后 这个为罗沙利亚量身打造的光盖就做好了 不仅可以过滤泛光 还能够提供恒温干燥的密闭环境 保证万无一失 接下来就是将罗沙利亚转至新家 在和修道院的院长商量之后 得到了许可 将新定制的棺果运至修道院 在众人的协助下 专家们将罗沙利亚的玻璃光盖取下来 只剩最后一层 众人合力小心翼翼的将罗沙利亚放到他的新家 在这里 罗沙利亚将继续在历史长河中漫游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感想可以发表在评论区讨论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